大家好,我是Witch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来谈一下 如何使用亚马逊FBA这个生意模式 帮你来摆脱你的朝九万五 帮你来摆脱你的九十六 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赚多少钱 但是只要我做这个生意 能覆盖掉我平时组织的一个收入 我就要去做这个生意 OK,那今天这个方法就是选品方法 如何选到金矿产品 比较好的一个产品 能帮你赚跟你工作一样多的收入 帮你来摆脱一个朝九万五 OK,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OK,那我们首先来帮你摆脱 一个朝九万五的生活 那你先看一下 你朝九万五能赚多少钱 那基本上我在这边来平均的来说一下 比如说你朝九万五能赚 一万人民币一千五百美金左右 这个一个收入 在税后,税后的这个收入 那税后这个收入的话 其实一万人民币在国内已经算比较高薪的一个收入 但就算你在欧美国家一千五百美金一个月 也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补充的收入 兼职的一个收入 OK,那所以说你要先以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看一下你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那很多人说 那Richard,我真的不只赚那么多 对吧,我每个月赚好几万人民币 我每个月赚大几千美金,是吧 那完全是可以的 也可以用今天这种方法 只不过你要把你具体的数字 呃,带入进去 OK,比如说你说 我一个月赚四千美金 税后四千美金 呃,四千美金 两万八的一个人民币 OK,你说合理吗 非常合理 比如说你在欧美国家 对吧,你能赚四千美金 在国内你是非常高兴的一个收入人群 你能赚两千两万八千人民币 可以的 那就以你收入的一个条件来看一下 我们能选到 在亚马逊上选到这样的金矿产品 你用这样的金矿产品就能代替你 说这样的产品的利润就能帮助你 摆脱你现在召集完我的生意 今天我们召集完我的一个工作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一个软件 是一个Helium 10的一个软件 那Helium 10这个软件的话 现在都是有中文的非常方便 右上角选择一下中文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要用这个软件的话 需要去购买一下 你可以用我这个TSUI20这个折扣码 可以去帮你前六个月 达百分之二十的一个折扣 OK,进入这里面之后 在Tool下面 这个Tool下面 选择这个Black Box 然后在这里都有全部的 这些选品的一个条件 那选品的条件 我们就开始一项一项来选 如何选到一个月 能赚你工资收入 那么多收入的一个产品 对吧 你这样子 你上一个产品 上两个产品 完全就可以代替你的主值工作 覆盖你主值的一个收入层 部分 OK,那我们今天就来选一个类目 那选一个类目今天就以这个 Arts and Crafts and Sewing来举个例子 就是说 纺织类的一个产品 一个 一个 就是 艺术品类的 然后纺织类的 编织类的 这种产品 这个产品 这个类目的话 在亚马逊上也是有非常多的 金矿产品的一个存在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类目 今天我就用这个类目来举个例子 然后其他的一些数据指标 你在这边稍微填一下 比如说屏 我们就来填几个 今天我们就来填最重要的这几个 就是说重量 首先重量你要选一个 不是特别大的一个产品 要两磅以下 最大值两磅以下 因为如果你太大的话 两磅差不多是1000克左右 如果你太大的话 你的物流费 你从国内发向 美国亚马逊仓库的物流费 就会比较高 而且亚马逊那边的配送费 也会比较高 所以说作为我们 卖产品的话 就要两磅以下 然后运输尺寸 小件标准大小和大件标 标件 然后配送方式 因为我们都是做亚马逊FBA的 不是做FBM 所以说我们这边选FBA就行了 OK 然后选完这边之后 就到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要来选一个月销售额 你每个月你选到这个产品 每个月能卖多少 最小值和最大值 那在这里就来到我们刚才 你的收入每个月多少 OK 如果你的每个月的收入是4000美金 那如果你要一个产品的利润达到4000美金 那它的一个销售额就要达到4000 就是大概的一个范围 就是乘以4 乘以4等于16000美金 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说你你这个产品如果每个月能卖16000美金左右 16000美金左右的话 那它一个月的一个利润 因为销售我不等于利润 它的利润就是差不多4000美金 那4000美金就刚好能覆盖 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高薪水的 刚好能覆盖你每个月4000美金的一个收入 OK 那我们就填在这边 最小值16000 然后最大值可以填一个64000 也是乘以4 它刚才乘以4 4000美金乘以4 那这个最大值也是乘以4就好了 当然这些数字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一个工资 工资标准 生活标准 你每个月需要多少 能赚多少钱 你可以在这边自己去填 对吧 把你的 把你具体的一个数字带入 然后我们来搜索一下 然后这边给我们符合尺寸的 符合我们条件的产品 全部给大家选出来了 那今天我就不来给大家说 分析哪个是一个好的产品 哪个是一个不好的产品 哪种产品能做 哪种产品不能做 今天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像你要举个例子 你是用什么样的产品 能代替你的一个收入 OK 那么具体我就不来谈 哪种产品能做 哪种产品不能做 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像这种产品一样 我们就往下看 那这个产品 感觉采购起来会稍微麻烦一点 我们就往下了 然后你就在这里的产品 都是符合你的标准的 能代替你的月收入的 你就往下慢慢的去找 我们就来找一下这些 比较实际的 比较实际上能卖的一些产品 像这种玉石什么的 你采购起来可能非常的麻烦 对吧 我们就不用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产品 就是一个 收入 它是一个编制类的 手工缝制类的一个包包 就是你放缝制类工具的一个包包 OK 我们能看一下它每个月 能卖五万一千美金的一个销售额 符合刚才我们的一个需求里面 一万六到六万四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当然首先我们先不去 今天这个视频不是教大家来判断 这个产品是不是一个金矿产品 是不是能卖 首先我们先不去看它 有四千多个评论数太高了 竞争太高了 卖不了对吧 可能它还是有专利 有patent 这些我们都不看先 我们最基本的 我们先看 今天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最基本的 我们先打开右上角的一个插件 Helium 10的一个插件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 Profitability Calculator 我们就能知道 它这个产品每卖一个 它的利润率有多少 能看到它这个产品 它这个margin 36% 就是说这个产品 它的一个利润率是36% 很多人说Richard 你什么其他的都不看 你也不看它这个产品 是不是有专利 是不是限制型产品 是不是竞争非常大 你其他都不看 问题是你最主要的 你还去查查查专利 查查各种 最主要的 你看它的一个margin 你看它的一个利润率 如果它的一个利润率 都非常低 不符合了 那你还要看其他的干嘛呢 对吧 然后这个利润率 起码也要在30%以上 它36% 那比如说这个产品 我们就能计算一下 它这个产品 它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是吧 它每个月 我们来计算一下 它在这边是51490 51490乘以 它这边的一个利润率 36% 0.36 它每个月 这个产品 它的一个利润 有18536美金 那这就是它的一个利润 那很多人说 很多人问我 他说 那你这个计算的 通过Helium 10 这个计算的利润率 准不准 它这个利润率 是36%准不准 当然 它在这边 只是一个Helium 10 大概的一个估算 具体 你要把它算出来 非常准确的话 你要去阿里巴巴 你要去1688 把这实际上 你要找你的货带 实际上货带发货多少钱 这个产品多少钱 把这些1688上 具体产品的一个尺寸 重量 把这个1688上 一个采购价 都填进 在这个表里面 填正确了 它这边就会出现 一个更加准确的 一个数字 这个36% 是一个估算 你要具体去 去把这些数据 都填准确了 也会出现 一个更加准确的 一个数字 你只要说找到 比如说18536 18536 18536 每金一个月的利润 虽然说这个钱 你是因为你是亚马逊 要憋上 你是持续流 赚起来的一个现金流 你要持续的去买货 所以说这个钱 你可能一个月 不可能全部 装进自己的口袋 你起码要拿出一半 来购买库存 持续性的进行 保证亚马逊 要逼上有货 对吧 但是你每个月 拿个9000美金 装进你的口袋 也是已经非常多的钱 完全足够你 逃离一个 赵9万5 逃离一个996 对吧 然后刚才 为什么我要说 是16000美金呢 因为16000美金的 一个销售额 是一个最底线 那16000美金 比如说你这个利润率 是30% 因为亚马逊上的产品 我们尽量要做利润率 就是要做利润率 30%以上的 这个乘以一个 30%的话 等于 4800美金 4800美金 那4800美金 已经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收入 4800美金乘以7 就已经是 三万 三万多 三万多人民币的一个 一个收入 那这个收入完全足够你说 就算你的收入在国内比较高一点 也是能帮你逃脱一个996 不用再去公司 不用再去996 加班啊 干嘛 这就是 为什么我要设 16000美金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16000美金 至以上 所以说像这样的产品 如果你能有这样的金矿产品 两三个 这个完全就已经是足够的稳定 帮你去逃脱你的造酒玩物 逃脱你的主职工作 OK 可能你说一个产品 你可能你害怕不稳定 可能害怕你断货了 害怕什么审核 然后有一段时间你会没有收入 但是如果有两三个产品 都是这样的产品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非常稳定 非常有信心的去辞职 可以去全职做亚马逊FBA这个生意 有持续性的一个现金流进入 OK 如果想要一个学习 具体的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指标 什么样的一个金矿产品 才可以去做 想要一个系统实操的 亚马逊FBA的课程的话 从0到1 从小白到高阶的课程 可以看在下面的 我的亚马逊FBA绝境者的一个课程 同时包含我的私人辅导 一路上指导你 从你的开店开始 到你的创建的产品链接 发货出单 一路上的发展 一路上都会指导你 可以去看一下下面的 我的课程的一个介绍链接 希望我喜欢这个视频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